这件备台LT呢是我10月14号收买的 现在穿了差不多也有三个月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件备台LT现在怎么样 值不值得入手这一件国产平替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做怎么样吧 首先我们看到它这个鸟这个刺绣啊 这个鸟的一个立体感是非常强的 而且它这个刺绣的一个logo整体精密程度 你们看 是不是这里有鼻子有嘴的 然后那尾巴也有做到位 它这个下面这个英文字母非常的饱满精细 这个立体感也是杆杆的 而且我们这种从侧面去看 它这个立体感啊 直接再次创成一个维度 然后是它侧面这个GOTEC的一个刺绣 非常工整精密的 然后最关键一个点就是 备台LT的黑色这个颜色啊 它的面料颜色呢 其实它不是纯黑色的 如果你没有看过上一个视频的都知道吧 虽然说我这现在没有对比 但其实它的面料颜色是 黑色中透了一些紫色的一感觉 有些暗紫色的感觉的 这件衣服呢 也是给它一比一的还原到位了 然后呢是它这个拉链 这个风胶啊 你们看 这风胶上面的这个鱼骨形状也是 做的很到位 完全不用害怕说是面料还水 你这个拉链处置里还会进水 这种很尴尬的情况出现 让我们看它这个五金拉链啊 这里都是有配备一个拉绳的 然后呢这个拉链呢 全部采用的都是一个YKK的拉链 就是它两边的储物空间啊 都是挺大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把它拉开 可以看一见 这储物空间 非常的实用啊 叶下这里还有透气的一个拉链 你当你们觉得这个件衣服闷热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把这些这里拉开 还是挺好用的 可以看到它帽子也是做的很硬挺的啊 都是配有一个硬板 还可以注注这个帽子的一个形状的 然后帽子后面这个扭扣这里就有个细节点了 这个抽绳处这里呢 都是有给它一比一还原到位了 然后这个扭扣这里呢 可以看到是有克制的 我跟你们讲 现在市面上做晚货的商家 99%都是没有去做到这个扭扣的一个克制 做到货只要看这里 如果这里没有克制 基本都是掩尬的 好吧 然后我们看它的袖口处的这一个魔术贴 现在还是保存的挺好的 我们看它这个内里的一个尺码标的 也是做的有模样的 它的尺码标呢 这个材质呢也是给一比一的 看到位了上面是有一线绒毛的 然后呢这个抽绳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压胶啊 压得很平整的 没有说是有任何的凸起的 而且我这是穿了三个月的一个情况 你们看 它依然还是说这个压胶是很平整的 没有说很乱 凸起的很严重的情况 其实这外观说实话 我是真的挺满意的 起码还原有90%的一个程度了 那等一下给它测试一下 我穿了三个月之后 它的一个防水性能 现在还怎么样吧 ok 兄弟们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一件BETA OT的一个防水效果 现在怎么样吧 可以看见啊 现在全身都被我淋了一个变 我们靠地里来看一下 可以看见它的衣服上面呢 完全是没有沾到任何水的 水稻的上面呢 只会变成一个小水珠 我们这样轻轻一抖 它呢就完全的全部掉下来了 它这个防水性能还是很棒的 只要有水珠的地方 只要轻轻一抖 这水珠呢 全部都会掉下来 看得见吧 可以看得见啊 现在这杯热水啊 热气腾腾的 我们把它盖在衣服下面 这样子盖住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一块 劳力士黑水鬼啊 它的一个表面是一个玻璃啊 是一块镜面 我们把它拆下来 OK拆下之后呢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 热水的正上方 来 给大家感受一下 它这个透气性做怎么样 可以看到 我们把它拿开来 它这个劳力士黑水鬼的一个表面上面 也布满这个雾气啊 由此可见啊 这一个衣服面料的整体 一个透气性的 还是不错的哦